哈囉大家,我是天降德瑞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開箱的是 平常究竟我在比賽當中、訓練當中 都是如何拍攝自己跑步或是騎車的畫面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手上這台 Insta360 GO3S OK,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開箱一下GO3S這次有什麼升級的地方 那等一下呢,我就會實際用跑動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的影片,不管是直視、橫視的REALS或是YouTube影片 到底都是如何拍攝自己的跑步畫面 還有在過程當中,相機都是藏在哪些地方 OK,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來開箱一下,箱子裡到底有哪些東西吧 打開來之後,看到GO3S本體了 我們來看內裝裡面,非常豐富 除了GO3S的本體之外,這一代有更新了耶 上一代沒有這個蓋子 這個地方撕開來就是黏貼的這個座 可以黏貼在各種平面上 我很喜歡它今年的設計 黏完不使用之後,可以把這個蓋回去 你這個黏黏的東西就不會因為碰到一些灰塵或什麼失去黏性 這個快拆座 直接把它鎖在這個上面 黏在一個平面上之後就可以把我的相機拿出來 直接這樣吸上去 它就可以固定在我想要拍攝的視角 而且這個是一個360度的球頭設計 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需求 轉動到各個我想要的拍攝角度 我們在車上很多視角,或在飛機上 我都是用這個器材直接黏貼著 然後拍著我的第一人稱視角 第二個配件是這個磁吸相圈 這個是超級好用的寶物 戴起來之後呢 像我自己跑步的時候 我就習慣把它放在正中間 GO3S拔下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輕鬆吸在你的胸口前面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GO3S如果你只要吸直的 它拍攝出來的畫面就是直的 如果你吸成橫的呢 它就會拍攝是橫式的畫面 因為上一代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可能要看我一開始按下的方向是 直的按下 我就算轉成橫的它還是會拍直的 所以在這一代如果你是直的橫的按 它就會直接改變你的拍攝角度 除了剛剛的這個胸前的這個磁吸配件之外 它還有出了一個這樣的帽夾設計 你可以把它固定在你的帽子上 固定好在你的帽子上面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GO3S拿出來吸進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佩戴在你的帽子上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調整你的第一人稱視角 前面是18公里的車板點 前面是18公里的車板點 前面也看到我剛剛上廁所前的機船 所以希望可以慢慢加回去 那平常我拍攝都是使用這樣的運動相機 那運動相機其實平常在拍攝的時候 就必須在邊跑的過程 然後可能就會這樣邊跑邊錄 然後跑的過程除了這個畫面之外 我可能還會帶一些腳的畫面 在前後這樣在做移動 那有了這樣運動相機 其實就可以拍攝到大部分你所需要的畫面 但是唯一的小小缺點就是你跑的時候 需要一直拿這個運動相機 雖然有點忙 但是你可以確保說畫面都拿到 但像這一次啊 我要去參加黃金海岸馬鬆 因為目標還是沉積導向 我希望我可以把沉積更突破一點 那像這隻相機可能接近兩三百克的這種重量的話 其實跑久了真的還是有點負擔 雖然一直左右換手 但是你跑久了不免俗 還是會有點跑字變掉 所以這次我要來跟大家介紹更厲害的 就是我這次在黃金海岸所使用的拍攝器材 那這次我去黃金海岸 其實就只靠了這兩顆 就拍了我所有的比賽過程 那這兩顆呢都是GO3S 那我覺得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直接超級輕巧的放在口袋 然後另外一顆直接放在胸前 所以我在比賽的過程 其實大部分相機都是擺在這個位置 但擺在這個位置 它其實是沒有錄影的 我是在邊跑的過程 欸 我看到這個畫面很棒 我就把它拆下來 然後用這樣的模式 來自拍我的拍攝視角 這個模式下 其實我在跑的過程 因為它其實是沒有螢幕的嘛 所以你只要聽到B聲 然後聽到這個紅燈出現 我就可以確保現在的畫面其實是有在錄影的情況 那看了這個畫面錄影啊 我就可以在邊跑步的過程 然後得到一個還不錯的跑步畫面 那我在比賽的過程 這次就是拿著這樣自拍 現在我跑到了第三公里 距離前面的水鑽 還有700公尺 然後拿水 喝水 OK 繼續加油 GO 然後停止錄影之後 然後再把它吸回到我的胸口 我的手又可以得到很好的釋放 如果當一顆相機沒電的時候 拿出第二顆再吸起來 隨時就可以換成第二顆的模式 所以這個是我目前 最輕量最輕量的標準設備 就是這樣 用這樣的模式來拍攝 當然大家可能會有點擔心 這樣畫質會不會不夠 也跟大家分享 這一次的GO3S 畫質 從上一次的2.7K 已經升級到4K的畫質 所以畫質拍攝起來 其實整體 如果你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細節跟上一代其實是差蠻多的 那這次GO3跟GO3S還有很厲害的地方 跟它的電池盒是通用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買過GO3 你不一定要買新的一整套的GO3S 因為你其實可以把你的GO3S 然後吸到GO3的盒子裡 它也是可以使用的喔 但其實你仔細看 它兩顆鏡頭的大小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GO3其實是比較小 GO3S的鏡頭是比較大的 如果你有兩台機器的話 這個續航表現 可以在更上一個檔次 所以今天在路邊看到這個 呃... 點灰條啊 應該是點灰條啊 我如果不確定我拍到什麼 我只要開啟我的這個盒子 就可以看到我現在的畫面 像我偶爾自己去訓練啊 然後沒有人幫我拍攝 我就會固定在一個地方 然後拍一些這種熱身畫面 往前往後伸展 OK 然後這個時候再回來拿相機 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的課表呢 是要跑1000公尺8趟 等一下的目標每一趟是要跑80秒 那希望可以在每一趟休息兩分鐘來完成 像這樣的模式 你就可以解放你的雙手 把東西固定好之後 完成這種自拍角度的分享 欸 如果你沒有朋友沒關係 有夠賽事就可以了啦 總結來講 我推不推薦買這個 INSTA 360 GO 3S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沒有任何運動相機 然後你想要記錄你自己的生活 甚至比賽的話 我覺得INSTA 360 GO 3S 是可以考慮入手的 但如果你的需求可能是有更高的畫質 你或許可以考慮像這台 INSTA 360 S PRO 因為它的畫質是更高清 而且穩定度更好 夜拍模式也比3S來更上一個檔次 但我覺得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些 平常可能不容易拍攝到的視角 而且希望它可以固定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欸 GO 3S真的超級輕便超級方便 你在跑步的過程 不太會有感覺你多帶了什麼東西 隨時需要畫面拿下來拍攝 而且它會有支援4K的畫質 在跑步的過程中 真的是非常非常夠用 當然如果你在室內 或是一些比較昏暗的場所 拍攝出來的畫質可能會有點差異 但畢竟它就是拿來做戶外運動拍攝使用 所以如果你在大太陽的天氣下拍下來 都是很棒很棒的很漂亮的畫面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INSTA 360 GO 3S開箱 如果你剛好有想要入手相當的運動相機的話 或許可以參考我們下方的資訊欄連結喔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歡迎大家來跟我分享、交流 平常你在跑步過程當中 都是怎麼樣記錄自己美好的運動時刻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